第四场赛事,第四场又是四班的1200米 这场有一只一面倒大夜门,清深星1.8倍开飞,过完关之后2.5倍 最后阶段是1.6倍 其他对手方面,军派有过关飞,34倍落到22倍 最后又再绿灯落到22倍 天赐堡最后绿灯落到9.2倍 大冷门的桥军开飞186倍,过完关之后热了142倍 开跑284倍 第四场是四班1200米的另一组 一起步的时候,十二码是最慢的,暂时包尾 出得快点,先拍两边,先天赐堡出来 大表清深星起步都快 然后留意外档得益良多,今日来跑马帝莫里拉 怎么处理都打算折上去 然后军跑在外叠里,马群中间有大聚会 贴萨兰的一只非凡魅力 后点位置的马,先看到暂时内档首饰转旗 十二码走上去前面,拍着首饰转旗 然后马,先看到已经比较后 银亮之星,乔军,酷月千里,尾尔 包尾暂时是甜酒杯,一直要骑着 上大石斜波时,潮月得益良多 不单来带头,还要快速领放 所以帝莫清深星,被他这样搞法就糟了 贴萨兰第三是天赐堡 然后带罪会十二码内档的非凡魅力 然后首饰转旗,拼出外档银亮之星军炮 在美国三北是乔军,酷月千里,甜酒杯 入队后直老实,前面带头是得益良多 但这样放法就走不掉了 上来挑战,热门的清深星出现了 内档摄上来,首饰转旗 留意外档很多马充上来 十二码征,大门乔军上来 最后几步时,乔军越吹,额着头都过了 糟了,这就大爆了 乔军第一,清深星第二,第三名非凡魅力 现在上来第四名,内档首饰转旗 眼镜一声都烂了,看完这场 我头那么凶,都那么厉害 没有过一场有走势 所以就二百多倍 这场马末雷拉搞出事 为什么会这样跑呢 其实他近期都几多这些 加州得讯有一次也是这样的 在外档是硬硬来 但最惨是忌不住自己的 那些天资宝清深星都快 他还要比人快 你看他很刻意 他不断骑 千二 其实真的有没有问一下 他为什么要这样跑呢 这些肯定要问 因为他快得很离谱 这场马四十五秒八多 你不是这样跑开的 你弄到前面那两只马 真是乱了 你这样 你这样看 比我联想到 你都分明是恶搞清深星 你欺负他一三三 我没差事 我都会忆你 潘顿 尤其是乔军 其实他骑下去都不太多 接着他被人泵了一下 你看这里 泵完之后可能他骯了 你泵我 接着阿扑 狂走 有这样的事 真的 但是我看到他的头 那么恶化 好像呼吸不是那么暢顺 好像看着天来跑 那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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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到颈子那么长 呼吸要呼气 都不是那么顺 那只马 还说早上看见他这些暴姿 我就放下望远镜 都不看什么 那有几可 就是 会有这些马出现 这场马真是神奇 但是 会追上来 不止他 偏偏他追赢了 分断时间 头断23秒46 第段22秒39 末断24秒11 总时间1分09秒96 欧林斯言教 有没有问莫雷拉 你不可能常常都这样跑 搞乱了其他档摊 搞得爆到八彩 应该 应该 现在暂时见到英文财务报告 问那个 就是问了这只 就是表现大幅进步的乔军 那 那 阿荣天鹏就说 就是上次他就 就让他跑中距离 就是希望他 就是希望这只马可以摆前些走 但是结果做不到 那今场就缩下来短途 加眼罩 那都是希望摆前些 但是结果其实组断乔军 都是厚些 那他说 主要这马进步的原因 就是因为 就是配了眼罩 过往来香港以前都试过 是戴眼罩是跑得好的 不过他说 就算觉得戴了眼罩有帮助 都没有想过 有这么大的进步 这个马房是爆得下的 我想香港爆得下最多 可能是这个马房 是的 但是这些就是 几十年难逢一次 我想我自己在跑马地 看跑马没见过这些赔率 就是赢了赢了 就是说 为什么这场马会这样跑 那那个没有闻到 其实你看回整个 刚才我们看分段时间 什么二十三秒四六 二十二秒三九 二十四秒一一 不是桥军后劲突劲 因为你前面停 所以清心星是很受害的 这场马戏 好了我们回一回气 回来再讲第五场